美国航天局正一步步接近一个过去 被视为科幻小说情节 连科学家都觉得遥不可及的目标 超光速旅行 这意味着在理论上 比光还快的跨越宇宙的广阔距离 最近在时空物理领域的突破性发现表明 如果我们能用一种被称为 驱速引擎的技术来扭曲 压缩 甚至拉伸空间本身 就可能绕过爱因斯坦相对论设下的光速红线 从而在不违反物理规律的前提下 实现远超光速的旅行 在这个视频里 我们会一起看看 NASA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的真实进展 未来还要面对的艰难挑战 以及这些研究成果一旦成熟 可能会如何彻底改变人类探索宇宙的方式 尽管能真正运行的取速引擎 目前依然是个远方的梦想 好了 让我们从这个充满科幻色彩 但又逐渐被科学触及的奇妙旅程说起吧 所谓超光速旅行 并不是让飞船像火箭那样硬冲过光速这道物理极限 而是通过改变空间本身的位置 让飞船像站在原地一样 被移动的时空带着走 这个概念来自时空操纵理论 它告诉我们 空间并不是固定不动的背景板 而是像橡皮布一样可以被弯曲 压缩和拉伸 如果我们学会了操纵这种弯曲 就有可能在完全遵守物理定律的前提下 实现相对光速更快的旅行 这个理论的基础可以追溯到1994年 当时墨西哥物理学家米格尔·阿库别瑞 首次提出了阿库别瑞引擎的设想 一个听起来像科幻作家脑洞 但却严谨写在物理方程里的超光速旅行方案 在阿库别瑞的模型中 飞船本身并不需要以超光速前进 真正移动的 是包围它的时空结构 就好像飞船被放进一个 可以扭曲宇宙的泡泡里 由这个泡泡推动着在宇宙中滑行 这种情况下 航天器会安稳地待在一个扭曲泡中 泡泡后方的空间被拉长 前方的空间被压缩 就像一块地毯 在你脚下不断向前卷动一样 让飞船相对于周围时空的传播速度 比光在同一片时空中传播的速度还要快 换句话说 飞船本身的速度依旧低于光速 但它借用了时空的位移 让空间来移动 而不是让飞船去跑 从而在整体效果上实现超光速飞行 不过要制造出这种扭曲时空的泡泡 必须依赖一种叫做负能量的特殊物质 这是一种在物理学里罕见到近乎神话般的奇异能量形态 是弯曲时空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 问题在于负能量并不像石油太阳能那样随处可取 在自然界几乎找不到可用的数量 更别提在实验室里批量制造 它至今还是一种只能在极端条件下 通过间接效应才能短暂显现的物理现象 这正是让驱速引擎停留在理论阶段的最大拦路虎 没有负能量 驱速炮就无从弹起 NASA真正涉足取速驱动研究 要追溯到2010年代 当时哈罗德·怀特博士带领约翰逊航天中心的团队 开始系统分析阿库别瑞引擎背后的方程和理论 看它在现代物理框架里是否真有实现的可能 那时他们的目标并不是直接造出一台能飞的取速飞船 而是先回答一个更基础的问题 阿库别瑞的方程是否能在现实物理中站得住脚 底层原理有没有可能在未来转化成工程技术 到了2021年 NASA引入了一种叫做世界限数值的新技术 这是一种高精度的数学计算方法 可以把时空的几何形状细致地模拟出来 就像在电脑里搭建一个三维的时空沙盘 精确到纳米级别 利用这种方法 怀特博士的团队发现一种叫卡西米尔枪的微型结构 在理论上能在真空中制造出类似驱速炮所需的能量环境 这让人第一次看到了用现实材料模拟驱速效应的可能性 虽然这离真正的驱速炮还有很远的距离 但它至少给研究人员画出了一张路线图 说明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做出一个可验证的缩小板模型 用它来检验驱速驱动的核心设想 所谓卡西米尔效应 是一种源于量子力学的奇特现象 当两块导电金属板在真空中被放得极其接近时 真空并不是空的 而是充满了量子能量的微小波动 这些波动会在板子之间产生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吸引力 如果把这种现象放到纳米级的尺度去精密控制 科学家有望用它来模拟出取速炮所需的能量分布 这就像用微波炉模拟太阳的一角 虽小却能揭示能量机制的秘密 NASA在这方面的研究 为驱速驱动理论提供了难得的实验依据 他们证明这类纳米结构不仅可以在实验室中制造 还能作为测试平台 帮助科学家一步步优化和修正驱速引擎的数学模型 除了用计算机模拟时空几何外 NASA还引入了一种极为灵敏的测量工具 干涉仪 这种设备能捕捉到哪怕是万亿分之一米级的空间形变 是检测时空扭曲的力气 在2010年代 他们研发出一种专门的怀特朱迪区速厂干涉仪 专门用来寻找当设备通电时 周围空间中是否出现了微弱的扭曲迹象 这种干涉仪的设计目标就是在设备通电运行时 监测周围时空有没有出现 哪怕极其细微的伸缩或弯曲 就像显微镜下寻找尘埃的运动一样精细 虽然实验中并没有捕捉到真正的取速厂信号 但他帮科学家绘制出一份详尽的噪声源地图 弄清楚了哪些背景干扰可能掩盖信号 这为未来提高实验灵敏度提供了宝贵经验 所有这些努力其实都是NASA更大蓝图的一部分 不断改进测量时空扭曲所需的仪器和技术 把基础打得越牢 将来就越有可能在实验室里亲自验证 驱速驱动到底是天方夜谭还是未来的现实 然而即使我们已经迈出了一些令人振奋的步伐 要造出一台真正能用的取速引擎 前方的路依旧布满了技术和理论的高墙 最大也是最棘手的障碍 就是能源需求 它的规模之大 远超我们今天任何发电技术所能想象的范围 按现有理论计算 要制造出一个取速炮 必须消耗海量的负能量 而这种能量 在今天的物理学和工程能力下 几乎无从获得 就像要让人类搬动一颗行星一样 不可思议 负能量这个概念的确让人着迷 但它的本质仍是个科学谜团 想要真正制造它 可能需要人类在物理学领域 取得一次颠覆性的全新发现 才能迈出第一步 而且 就算我们奇迹般的 找到了生产负能量的方法 还有另一道根本性的关卡 等着我们去攻克 那就是 不仅要创造取速炮 还得维持它稳定运行 而这所需要的能量密度之大 几乎相当于把恒星的能量 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 持续释放 所以 以我们今天的技术储备来看 要做出一台能运行的取速引擎 难度几乎等同于用火柴点燃太阳 不可能 但不代表 永远不可能 因此 这个问题暂时还停留在理论层面 不过 全球许多科学家 都在积极寻找替代思路 希望能在不触碰物理禁区的前提下 找到一种更温和 更现实的方式来操纵时空 其中一个颇具前景的方向 是研究所谓正能量扭曲的替代方案 用常规的正能量来试着弯曲空间 这些方法的好处是 它们只需要依靠太阳能 电能这样的常规正能量 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操控时空 完全绕开了对负能量这种稀有怪物的依赖 尽管它们无法让飞船突破光速 但在太空任务中 仍然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比如让航天器节省燃料 在轨道上更稳定地保持位置 甚至提高深空探测器的航行效率 这些正能量扭曲模型 虽然没法带我们一月千光年 但它们可能成为 未来航天技术的一块垫脚石 让人类一步步接近 更大胆的时空操纵 与此同时 科学家们也在研究所谓 亚光速趋速几何 希望用它来升级推进系统 让航天器在太阳系内部的旅行速度显著提升 虽然它们没法帮我们冲破光速壁垒 但却能让探测器在星球之间的航行 更省时 更省力 效率成倍提高 目前的科研重心正放在两方面 一是升级干涉仪 让它灵敏到能捕捉时空中 微乎其微的量子效应 二是制造纳米级的特殊几何结构 用来验证曲速理论的关键预测 这些努力的终极目标 是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 时空的运作机制 并从中发掘出可落地的技术应用 即便离真正的曲速驱动 还有很长一段路 总的来说 NASA在驱速驱动上的研究 正一步步带来令人兴奋的新发现 为未来可能的太空革命 打下坚实的理论与实验基础 虽然超光速旅行目前依然高不可攀 但每一次微小的突破 都让我们更接近于解锁那个终极问题 人类是否能有朝一日 真正驾驭时空 像穿越街道一样穿越星系 如果你也觉得 这种介于科幻与科学之间的话题 够吸引人 记得点个赞 订阅频道 并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 你觉得 驱速引擎 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变成现实 还是只能作为 未来遥不可及的浪漫 幻想存在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在一起 探索那些 正在被科学一步步逼近的 奇妙宇宙奥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